中国航空工业航空一所曾表示 中国某架飞机已经开始试用本国制造的发动机 而航空一所是运20的开发单位 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运20在试用新型发动机 另外此前报道称 发动机的电磁兼容性问题得到技术解决 并能够使用全权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 而据分析 WS18和D30KPR使用的是机械控制系统 不存在电磁兼容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运20正在试用的发动机是涡上20 同时兵工科技10月10日消息称 运20是一款性能优良的武器平台 未来可能装备激光武器 成为类似于美军基载激光反导系统这样的平台 如果安装高能激光武器 固体激光器与多数光纤激光器随发展较快 但功率与美军激光反导系统相比依然偏低 而众所周知 高能激光武器对动力要求极高 这对涡上20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美军使用的化学洋点激光器 具有体积小功率高的特点 非常适合基载安装 化学洋点激光器的研制 在我国已有30余年的发展 1993年代大联研究所测试的激光器 就可击杀140米外的目标 这方面的报道并不常见 但可以想见 93年至今 这类激光器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突破 搭载上大功率激光武器的运20 将会在近战区飞行 通过红外探测技术 侦查敌方弹道导弹发射动向 即使瞄准锁定目标 发射激光束 带导弹蒙皮受热破裂 将引发内部材料爆炸 导弹及其残骸甚至都没有机会出境 这对对手国将是一次有力的威慑 而1月20也将成为国土卫士中强悍的今生力量